为了提供在台旅居的英国侨胞 游客更完善的服务 包含灾害发生 如何及时掌握英国人的安全资讯 英国在台办事处 英桥服务处长等一行人 日前拜会县长徐宗蔚 会中就英桥急难救助管道 花莲县灾防量能等议题来进行讨论 而另外还拜访了花莲县消防局 期盼让每位在台的英国人 在花莲旅游定居的时候 提供更为完善的安全资讯以及保障 疫情趋缓后 越来越多外国旅客来到台湾 为了提供在台旅居英国侨胞旅客更完善服务 以及灾害发生如何及时掌握英国人安全资讯 英国在台办事处英桥服务处处长 区域安全处处长等贵宾 日前拜会县长徐宗蔚 旧英桥急难救助管道 花莲县灾防量能 以及禁令策略等议题进行讨论 英国在台办事处表示 在害发生前 会预先了解台湾各地方政府的 救灾组织及运作方式 随时更新掌握每个政府英文版网站 任何可以提供英国侨民旅客的资讯 希望借由拜会建立良好联系窗口 华联宪表示 华联市观光大县 在地方政府与民间团体公司协力下 努力建立社会安全网 将社会安全从点线面串联 落实施政在各项民生建设上 消防量能等设施设备不断提升 累计更多灾害应变能量与经验 医保障本地外地 以及乡亲生命安全也能安居乐业 记者长邦彦华联市报导